接下來要看這個是 比較特別的新聞 這個就是輔大有美女拍攝這個 2018年的月曆 Yes 然後聽說裡面有小郭靖 妳自己看 我看應該是12個吧 123 4 5 6 7 8 9 10 11 12 哪一個是小郭靖 12金猜 妳自己選得出來嗎 我這樣子看的話 這樣看的話可能是她吧 妳說髮型嗎 對 這個髮型比較像 是她嗎 但其實是她 她在這裡 這個 她在哪裡 這個 在哪裡 這個是她 為什麼有把握 老師你的音效也太多了吧 我看一下 她叫小郭靖是不是 她說好像有人這樣子 其實有一點點... 其實我不曉得她是開心還是難過 她是開心啊 因為其實我稱不太上 是漂亮的女生 她是美女月曆耶 好 那我們再來猜 妳覺得她是哪一月 妳這樣的穿著應該是春天 因為她有一點氣氛秀 所以大概是3 4月的時候 差不多3 4月 OK 很適合她這樣子浪漫的答案 我這樣問妳 其實我也不知道答案 你直接自己去買一本 去買一本 我們來看一下 深刻的愛情 妳帶我去看最美的風景 面對鏡頭唱歌時還有些聲色 她是府人大學大船戲 二年級江沛軒 這回跟著學姐們一同拍攝 2018年月曆籌備必展至今 我覺得我長得有點像 就是日本女性就是藤井琳娜 然後我自己是覺得 就只有感覺像這樣子 不只有外型冷豔氣質的美女 這回府人大學大船戲 還有另外一個明星臉 一頭波浪卷髮名人表情帶有一點羞澀 見嘉玲神系藝人郭靖拿著棒棒糖的模樣 就像是在跟男朋友分享 有人說我像郭靖 因為這次拍攝的關係 我們有 我的造型是比較小波浪卷的關係 所以他們就有人說我像郭靖 動人笑容吸睛 月曆神尾美女都是以男友視角 作為主軸拍攝來呈現有別以往的風格 最近很流行的那種牽手照 對 然後攝影師都會教我們 用什麼樣的視角 用什麼樣的心情去拍 不僅動態的男友視角 平面照也難不倒這些女學生 因為不少人平時都有在接外拍工作 一字拍開要把POSE不會卻唱 長腿美女如雲這回大船戲自製月曆 一本250元一千份已經被搶光 還要再加刷 自製月曆就是希望能夠籌備經費 不過富大自己的青山大使 之前要一波月曆廣受好評 一千份已經通通完售 三 二 一 大船戲第五年推出美女月曆 一到十二月女孩風格都不同 但都希望以亮麗的外型做噱頭 替學生避展 籌備更多裁員 TV社里研製陳雲涵區小組 台北 彩虹報導 對 彩虹報導 對 彩虹報導